海關倒破一個跨國洗黑錢集團 涉嫌清洗一共140億元的犯罪得益 金額是歷來最大宗 拉了7個人 海關前年已經鎖定這個以香港為基地的集團調查 主路是一個34歲非華裔香港居民 聯同太太、爸爸和弟弟 開設最少8間空殼公司和11個銀行戶口 透過淫積保險經紀的中間人 招攬3個本地居民開戶口洗錢 其中一個戶口單日最高入賬1億 單日交易金額最高的達到4,800萬 集團報稱從事跨國貿易生意 但實際是轉移犯罪得益 其中的29億涉及印度售機應用程式的詐騙案 海關上個月30日展開行動 拘捕了5男、2女 年齡由23至74歲 在2021至23年期間 這3間空殼公司合共處理超過60億的可疑款項 當中不少資金來自東南亞地區 而涉及的交易對手 由幾百至超過2千個不等 我們亦發現有部份交易對手和三間公司 都有進行一些不尋常的打壓交易 其中一間空殼公司在一年內 就處理了高達25億港元的不明款項 當中最高的單日入賬是超過1億港元 我們發現有大量不明來歷的資金進入這些戶口 而重要的是我們看到很多洗黑錢的特徵 包括快進快出、分塵交易、做一些調頭的交易等等 在這裡作為起點 我們進行深入資金流的分析 當中我們發現這些資金來源來自不同的國家 所以我們主動接觸這些國家的執法機構 去做一些貿易報關的對碰 但是我們發現的帳範 總經驗,有部份交易 所以在那邊 拜託 我們詞 我們歸一天 我們在這段下 我們在這段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